解出来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你要确认这个 跟这个Python 3732 所以你要确定一下 这个有了 这个也要有 而且目录里面不要再有一层目录 所以我刚刚是按右键解压制辞 你不要再制那个目录里面 不然的话变里面还有一个目录就有问题 那接下来要怎么去执行它 特别就一一请你把Eclipse的Python 点开之后里面有个Eclipse的那个执行档 那你就直接把它点两下 这时候它就弄起来了 我刚刚讲过它免安装 不用安装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Python OK 不过呢在写Python之前 你要先告诉它说 诶你的Python的那个环境 就是一些韩式库放哪里 那韩式库放哪里 基本上 我们的Python的3732 这里面就是指的是Python 里面的所有的什么 一些DL 跟一个Library 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所以 Eclipse是一套开发环境 那你必须告诉它说 那个Python的相关的那些 韩式库的位置 所以你开起来它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情 你告诉它说 你将来Workspace要放哪里 那什么叫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会有很多专案 那你的专案呢 都会放在Workspace里面 所以特别主要 这个就是你将来写出 写的程式放哪里的意思 那基本上我把它预设它是低碟 底下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Workspace 那不过呢 因为我这边好像没有低碟 所以呢 请你把它改成C好了 C碟底下的那个Python的Workspace 不过因为我这边好像已经有一个 我刚才加一个2019 OK 20901好了 OK 好 那你也可以不用加 反正这个Workspace的名称 你可以自己取 不过如果你不想 你就用预设的 只要把C 把D改成1 要把D改成C就好了 那或者你干脆直接放在随身碟 也可以 不过这个方法倒不建议 因为可能 如果你随身碟拔掉 或者写入数太慢 那可能会啃卡 因为那个小档很多的话 会写蛮久的 你之前好像有同学就这样做 就发现奇怪怎么快要荡掉 然后写小档太多了 会卡住 所以建议你如果要备份的话 你就是再把C碟这个目录东西 再抠到随身碟 OK 整个目录抠过去就是算备份 那你回到家呢 就把这个目录再抠到你的 低碟或C碟 然后将来开一个 就指向这个 你的目录就可以了 他又重新帮你把里面的东西打开 OK 所以Workspace的管理还蛮方便 你写过东西放个地方 你再把它打开 他又可以重新 再帮你继续开发 所以一个Launch OK 好打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建一个新的Workspace 里面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专案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Python的 那个环境现在还没有OK 他有Welcome 所以你把它关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要新一个什么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专案的时候 他预设的话呢 是一个Java的Project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环境本来是写Java的 那只是我刚刚讲 我已经把外挂挂上去 他才可以去写Python 可是问题 你现在没有那个Python的Project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请你选什么 选Other Other之后的话 特别主要 请你找到Python的那个外挂的名称 叫Pydeaf 这个是他的那个外挂的名称 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个什么 Python的专案 OK 他的名称叫Pydeaf的Project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以后就可以 开一个专案 里面的话呢 就加很多模组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OK 另外当然他这边 除了可以写这个啦 其他还有可以写什么 其他还可以写Jungle Jungle就是架网站的 有点像PHP OK 有没有像那个负重网站 不过这个我想有兴趣的东西 自己在延伸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Nets 不过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你打一个 比如说我专案名称叫 随便打一个叫Test OK 那你会发现 目前是一个XX 为什么XX 因为他跟你讲说 我要建专案 然后你已经要建的是Python的专案 但是我不知道 你的Python的盘式库放哪里 还有Python的执行档 你要Compiler 你要告诉我那个执行档的位置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请你先关掉一下 你在建专案 如果未来你看到这个讯息的话 表示说 你还没有把 那个Python的位置告诉他 所以接下来 特别注意哦 开启 Okeop之后 请你先做什么 设定Python的路径 在哪边设定 记得在Windows里面的 那边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 请你找到一样 里面有个 这个清单里面找到Py.div Py.div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Interpreter Interpreter里面的话 有个叫Python的Interpreter 在这里 OK 不过这还蛮长的 当然如果同学 待会如果怕记不起来 有个方法 请你到我们刚刚的云 就是我的下载档案这边 有一个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白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云端的讲义 那这个讲义的话 它可以不断update 那请你找到什么 01建置python环境 与这个程式测试 里面的话就会有 我刚刚做了任何动作的所有记录 而且上面会写一些东西 而且下载路径这边也有 不过这个也是在我部落格 也可以找得到 其实我也把它整理一个部落格 就是教人家怎么去使用 那个懒人包 OK 这边的话就我刚刚动作 怎么设定 大概就是这个 这边有几个路径 你大概参考一下 如果你怕忘记的话 再来的话很简单 就是new new一下 接下来browse new browse一下 跟它讲什么呢 你的那个python的3732的位置 我放在c叠底下 所以我就点c叠 找到那个python的3732这个目录 再找到python3732里面的执行档 跟它讲说 以后如果你要contile 就找这个就可以了 并且它会在这个目录里面 帮你找其他的东西 开启 OK 按个OK 然后它就找 找到了很多dl 动态 那个连接 函事库 还有一些这些网路上抓的一些package OK 再一个price close 这样子的话呢 才完成 我们的 equilibus 跟python的合体 这个时候这个环境才可以用 OK 应该没问题 只是动作比较多 这个以后的话 反正你以后要重新设懒人包的时候 就一定要再做一遍 但如果你做过一遍 你以后不用再做了 就是第一次需要而已 OK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